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 我尽量的是把每一期的第一课呢 都要加一点变化进去 就是说听过我第一课的呢 也会觉得很有心意啊 没听过我第一课的呢 你就当第一课去听 是这么解释 但实际上来说 从讲课的角度来讲 同样的内容呢 我可以变换很多种方式去讲 但是大家所接受的知识是一样的啊 就是听起来感觉不一样 但知识是一样的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课怎么讲呢 最近这两期啊 之前的几期呢 比方说是六七八七左右的时候吧 那时候呢 我总是怕大家听不明白啊 有往往说在第一节课的时候呢 内容就讲了很多 等过后总结说呢 这样不对 实际上呢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特别是在刚刚接触这个电子琴的时候 我们最近又来了不少信学员 那就是说 当你刚刚接触电子琴的时候呢 我们不应该接触太多的东西 就是不能学习太多的东西 你是能接受得了啊 讲什么都能听得懂 但是呢 修化不掉 所以说呢 这两期呢 我一直在讲 在想这个问题 就说 要用最简单的方式啊 最简单的方式 呃 去学习最有用的知识 就是越简单越好啊 就是一说就明白啊 一点就透 就这样的感觉 呃 但是呢 在刚刚学习的时候呢 呃 我们先 这学期开始 咱们大家呢 呃 一定要找到自己 在这学期当中 你重点要练的是什么 之前我跟我的学员说过了啊 就说 马上新学期要开始了啊 因为咱们一学期很快 赚的很快啊 一会儿 呃 一个半月就一学期 那从这些期开始可能就要 时间不是一个半月了 因为我增加了三节的互动课 啊 而且这个互动课是免费的 啊 免费的 大家可以随时来 呃 第四 啊 第四节课 第八节课 还有十二节课 在这几个上外以后呢 都会有这个互动 增加这个互动 到时候呢 在这个要学员上外呢 我也坐在下面啊 听听学员叹琴 挺期待的 是吧 四节课以后 从今天开始算吧 呃 也就是两个星期以后啊 我们就是第一节的互动课 到时候欢迎大家 呃 还在光临观摩 呃 到时候要是发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学员很好啊 呃 经常会给我提一些合理化建议 呃 而且都很支持史老师 那个 真的很感谢大家啊 实际上这是应该的 我应该努力啊 刚才我上的时候呢 学员跟我说 哎 这老师辛苦了 实际上一点都不辛苦 对我来说呢 这是我的职业啊 这是我的职业 我的职业呢 就是教学 因为这是吃饭的本事 呃 怎么样才能吃到更好的饭 那就得努力啊 努力去教学 教的越好 学生越多 你饭吃的就越好 这不能说是馒头加咸菜 我们还要有肉啊 我们还要吃鸡 我们还要吃海鲜啊 那就得怎么办 努力 是不是啊 大家跟我一起努力 呃 这些期呢 我们还是从简单入手啊 今天在做的 不管你是 咱有很多新来的学员 最近新来了不少 一百七十多以后 呃 一百七十号以后吧 呃 几乎都是应该算是第一节课 没听过的 那你在这段时间啊 好好的听课 啊 好好的听课 按老师的要求去做 但是呢 给大家一个要求 因为我们做的很快呢 你不要是追着我跑 啊 正常的学习 正常的学习 然后呢 呃 能接收到多少 接收到多少 我可以保证一点 就是说 你可以 呃 我每节课讲的 你都能听得懂 但因为你刚来 你的各项能力不够 那可能就是说 你有的曲子你是谈不下来的 没有关系啊 等这一学期学完了 你这一学期呢 主要是学会 呃 怎么样看书 怎么样唱谱 怎么样能谈一些简单的东西 一个半月能做到这点 已经很不容易了 那咱们在下一学期 也就是第十一期的时候呢 你再重点的去练习 啊 练习你的手指能力 啊 包括训练节奏 一般来讲 应该学三期左右吧 四个半月左右 啊 你就能把这些 我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嘛 基本上都能掌握好 说达到那种程度 也很快啊 四五个月啊 你就能去弹琴 拿过天下任何一首流行歌曲 你都能把它唱下来 只要你能唱下来 你就能把它弹下来 就算你当时谈不下来 那也是个时间的问题 因为你已经会了嘛 只要你会了 早晚有一天 你会弹下来的 所以说呢 石老师教大家的啊 不是什么华丽的技巧 就是实打实的啊 真功夫嘛 让你自己怎么样看书 怎么样去弹琴啊 虽然都是一些基础的东西 很简单的东西 但相对来说 是比较实用的啊 比较实用的 也是经过了这个 很多次很多次实验 好了 闲话咱就不说了 也不给自己做文奥了啊 我们马上就开始 呃 弹电子琴呢 实际上很简单啊 弹电子琴真的很简单 呃 有一台琴 再有一双手啊 就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弹响 实际上呢 要想把琴弹响 或者弹得很好 呃 我们大家可能都接触过 呃 现在网上有很多视频 呃 可能自己有勤赖 自己没事玩一玩 但是呢 弹琴呢 还是讲究一个标准 大家不要觉得 呃 我是成年人 呃 我不需要那么专业的去学习 呃 我也不像小孩那样按部就班的学习 我就想喜欢什么 我谈什么 这是我们很多人的 一个很普通的想法 也是很正常的想法 所以说你说我不想那么专业的去学习 我也同意啊 因为我讲的也不专业 大家记住 我讲的并不专业 我讲的都是根据咱们成年学习的特点啊 是挑重点去教学的 但是在弹琴的过程当中 你还要尽量做的专业一点 什么叫专业 就是标准 比方说弹琴 啊 我们手放在琴上怎么放 那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手指尖去弹琴啊 放到琴上 你说老师我不愿意用手指尖 我就愿意用手指动不行吗 伸开了不行吗 那我告诉你 不是不行 是不好 只有用手指尖弹琴 手指的灵活程度才是最快的 他接触琴见最近 反应能力最强啊 也就是说你的速度也能提到你最快 这是我们要求手指尖的能力 你说你用手指动去弹琴 一样能弹响 但你快不起来 你的动作太大 在弹琴的过程当中 要求的你每一个动作 实际上都是它最佳的状态 比方说腰筋做直 这样呢 你要身体做直了以后 你别弯腰头背的 身体做直了以后呢 你的手呢 就能很自然的放到琴上 它的力量呢 也能把它自然发挥出来 你要是弯腰的话 那手就塌下去了 这个手腕就下去了 力量不对 有的学员就说 哎呀老师 我怎么一弹琴手酸呢 因为你没有坐直 没有坐直 手腕就下去了 这用力的力点就不对了 真正弹琴的时候 是在指尖上 他要求这种感觉 所以说 什么是专业 就是标准 你要是标准做到了以后呢 你省时省力 学起来还快 所以说大家在弹琴的时候呢 所以说要保持一个 良好的坐姿 坐在 垂直的坐在琴上 挺胸抬头 把手很自然的放上去 这个手型呢 也不用去要求 它很自然很放松就可以了 手指尖弹琴 这个大拇指呢 是用这个左上角这个位置 接触琴键就可以了 现在大家有琴的呢 就把手放到琴上 没有琴的呢 就把手放在电脑桌上 但是记住 两个字 放松 什么叫放松呢 就是不用力 你只要是坐直的以后 两手自然下垂就可以了 这就是很放松 别端着 你别像端了一盘水果一样 那么端着你这个手就不好了 就很自然的把手放上去 也不用用力 放到琴上 或者放在桌子上 手指尖呢 90度垂直就可以了 那想弹琴很简单 我们要找到这个 斗来你发骚拉西 弹琴我们都知道啊 音乐靠什么组合的 一首歌曲靠什么组合的 就靠那么七个音符 多神奇啊 天下千千万万首歌曲 就靠这七个音符 就能把它弹奏出来 斗来咪发骚拉西 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地球人都知道 斗来咪发骚拉西 那这个呢 是咱们大家今天第一个作业 假如说你对乐谱不熟悉的话 你要把这个斗来咪发骚拉西呢 你给我读手 有时间你就读 正读道读 斗来咪发骚拉西 斗西拉骚发 你要把它读手 这是一个顺序 这是一个顺序 这是第一个作业 假如说你没读手的话 你现在就读几遍 反复读几遍 主要是什么呢 知道谁挨着谁 都后面是什么呀 轮后面是什么呀 或者是轮前面是什么呀 你要瞬间的把它反应过来 你反应的越快 你就学的越快 这是咱们第一个要求做的 那我们在琴上 怎么样呢 把它弹响 你首先就要知道 这个斗在哪里 斗来咪发骚拉的斗 第一个音嘛 在哪里 只要你找到这个了 什么都解决了 那它在哪呢 很好记得 我们这个电子琴呢 有黑白键 白色的键盘 黑色的键盘 这黑白键盘 这个电子琴上面的键盘 就是黑白分明 就告诉我们做事 要认认真真的 不要把它们混交到一起 认认真真的 再做这一件事情 那这个斗在哪里呢 看白键看不出来 假如大家不看黑键 看白键 一面白的 这你分不出来 还好它有黑键 这个黑键呢 是分组的 这是两个一组 这是三个一组 两个和三个 加起来为一大组 那我们这个电子琴 一共有五组 从这开始算 一组 两组 三 四 五 五组键 那我们这个电子琴 也叫五组键的电子琴 实际上就是 抖来弥发扫拉西 包围了五个黑键 那这五组旁边的 这是七个白键吗 这七个白键 包围了这五个黑键 那大家就知道 这个斗在哪里了吧 就在这两个黑键的 前面这个白键 它就是斗 只要我们把手放上去 一用力它就响了 那音乐呢 是抖来弥发扫拉西 这七个音符组合的 第八个永远都没有 音乐到现在已经截止了 就七个 最初是五个 抖来弥发拉 这个黑键呢 就叫五声调式 过去这个比方说古针 古针里面呢 就五个音 就是说它这个 你看古针曲啊 里面很少有发 它是抖来弥发拉 那音乐发展来发展去 最初级的时候呢 它是这么五个音 一点点增加 以后呢 为了增加变化 完了为了转调 出现了发和息 这就变成了七个音 都来弥发扫拉西 那我们这个电子琴 为什么说 有这个又有白的 有黑的呢 加起来实际上是 一共是十二个音 这是音乐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呢 就发展成了叫十二平均率 给你分成了十二份 原来是五个音 增加到七个音 又在里面增加了五个音 一共是十二个音 这十二个音呢 只要有个名称叫十二平均率 所以说在我们键盘当中呢 都是十二个音为一组 这个呢是题外话啊 大致了解就行了 不用去想它 为什么是这样啊 不要去想它 咱们只要知道都在哪里就可以了啊 两个黑键前面的一个音就是都 不管你用任何一个手指 你去把它弹响 弹一个音要把它弹得很饱满 不要弹得短啊 或者跳啊 或者不稳啊 弹得很饱满 我们弹得长一点 查四个数这样的感觉 这样 都二三四 查一个完整的四拍 这叫四拍 查四个数就代表四拍 都二三四 熟悉这个音的位置啊 再查一个完整的四拍 二三四 大家给我查一下 看能不能查得很准 按照我 在查这种感觉 各位起来 一拜 开始 二三四 你也要唱 你唱都二三四 准备好 一拜 开始 都二三四 你可以跟你手的任何一个手指去弹琴啊 三指也行 二指也行 一指也行 现在我们只要就把这个音弹准就可以了 我用的是三指 为什么用三指啊 因为它在中间嘛 在中间呢 我的手就不会来回的画 我要第一天弹琴的话呢 我先跟三指去弹一弹啊 接触这个琴 跟它交流一下 我用多大力量 它出多大声音啊 或者弹的时候呢 它会给我什么反应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 一定要跟你的琴 好好地去交流交流 它也是有性格的 你对它不好 它对你也不好 所以说呢 我们要对它好一点 你可以用二指去弹 都二三四 都二三四 也可以用一指去弹 都二三四 不管你用哪一个手指去弹 大家在看视频里 看我的手 我的手是没有变化的 一指 你看我手还是这样 二指 三指 我手一直都是这样的 这叫放松 对我们刚刚开始学琴的人来讲呢 可能做不到这一点 等一弹琴的时候 这手就 支起来也好 或者说歪了也好 或者怎么样的也好 那你在做练习的时候 今天第一天学琴 假如说你的手达不到像我这样 弹完以后还是像 一点没有动那种感觉那样的话呢 你就要反复地去练习 让它放松下来 这是你练习的第一步 把都找到了 那我们就分一下弓吧 都的后面是什么呢 我就是来啦 再往后 咪再往后 发再往后 骚 抖来咪发骚 我们就知道了 当你知道了抖来咪发骚以后呢 你正好有五个手指 右手有五个手指 左手有五个手指 那这里有个知识点 大家要记住 在以后的教材当中呢 会有执法问题 就是告诉你 这个音要用你的哪一只手 哪一个手指去弹 它是有规定的 有规定的 所以说我们就规定一下 两个手都以大拇指为一指 大家记住 两个手都以大拇指为一指 那往后那四个 什么食指啊 中指啊 无名指啊 小指啊 那就是按顺序来了 一二三四啊 这四个五个手指就排出来了 但两个手都以拇指为一指 当你在我的教材当中 看到一个圈上面加个一的话 那就告诉你 是一指去弹这个都 就像我今天啊 书里面第一个练习一样 抖来 咪发 骚啊 它这个练习一样 那这个一指就放在刀上 那以此类推呢 二指就弹来了 三指就是咪 四指就是发 五指就是骚 那你当你会了这五个音以后呢 我们就要具体的去说 你已经能把音弹响了 你的手也很放松了 那好 我们就规定一下 每个音都弹多长时间 在我们刚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呢 不能学太多的拍子 刚才我们练了一个四拍的 查都二三四 你可以查三个数 就是三拍的 都二三 乱二三 一二三 每个音都是三拍 查三拍的时候呢 要有个特点 必须是连贯的 中间不可以休息 一二三 一二三 连着去查出来 都二三 乱二三 一二三 看一下 都二三 乱二三 一二三 这样的去练习 那四拍的我们会了 三拍的也知道了 下一个就是两拍的 都二 乱二 一二 当我在唱谱的时候呢 我每个音后面都查数了 为什么要查数呢 对初学者来讲 查数是很好的控制拍子的一个方法 别觉得难听啊 别觉得难听 也别觉得麻烦啊 这是必须要去做的 有的学员是不爱谁这么唱的 唱四拍就跟他 利用这个脑袋去点这个头 四拍下来以后都点晕了 不好 或者用身体的各个有的地方呢 就去查这个拍子 实际上查数是最简单的 因为他不错 虽然难听一点 但是他不错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啊 有得必有失 你得到了准确 就丧失了 这个好听的这种感觉 你要唱得好听啊 你可能就会出错 所以说那对我们学习转来讲 哪个更重要呢 是好听重要啊 还是错误重要啊 当然是不能犯错 对不对 等你都不错了以后 想怎么好听怎么好听 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 都要查数 四拍三拍两拍都做好了以后呢 实际上练习是应该从慢往快来练的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练四拍的感觉 现在大家跟我练习一下 五个音抖来 咪发骚 我们都查四拍 啊 但是呢 要求是什么呢 每个音弹量很饱满 拍子要足够的啊 这个就必须要去唱 都 二 三 四 不要快 要稳 啊 我们查五个音 大家跟我一起来做一遍 有琴的放琴上 没琴的放桌子上啊 就是手放松 但你有一个要求 你必须跟我唱 准备好 我查四个数 一 二 三 四 都 二 三 四 你先可以按顺序往后弹 当你熟悉了以后 你还可以回来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二 三 四 这就是四拍的练习 啊 你要是今天 真的是头一天开始学琴的话 你的手还是 从来没摸过琴 那你就按我说这个方式 去练习一下 但一定记住要边唱边弹 而且你还要尽量把它唱得好听一点啊 记住唱得好听 你唱得越美越好听越动听 你弹出来的音乐也是越好听的 这是同时训练音乐感觉 四拍的你要练好了 实际上在练习查四个数的时候啊 顺便是让你的手放松的啊 它实际上是调整你手放松的 你做好以后 兜 二 你刚开始的时候呢 可能弹兜的时候 这手是支起来的 那当你查四个数的时候 你的手慢慢就回到原位了 就变得很自然很漂亮啊 这是我们练这个琴的目的 三拍呢 你有了四拍的基础 三拍比四拍就要快一点了 你的手指反应也要快一点了 所以说这就是进步 Low 稳稳当当当的站在那里 让声音啊 完美的保持三拍的时间 二 三 二 三 标准嘛 尽量做到标准 别觉得说 哎呀 我就随便弹一弹 我不想做那么标准 你做过标准以后 回头会有人找你麻烦的 到时候你弹起的弹点不好听 节奏感觉也不好 坐姿也不好 都来了 那何必呢 那刚开始我们做的标准一点 越往后就越好学 当三拍做好以后呢 两拍的时候呢 时间又短了啊 这样你的手指反应能力呢 还要就加一定的提高 Low 二 拐 二 一 二 三 二 三 二 时间越短 你的放松的时间也就越少 你刚开始有四拍的时间 你这个手慢慢能回到原位 让它放松下来 那现在已经弹两拍了 时间缩短了一半 你的手还能放松了吗 你要说不行 那手还是在支的的 那就不行了 你要放慢 两拍可以很慢的 Low 二 拐 二 以你手能放松到 回到原位那个速度 为标准 两拍练完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练一拍的 一拍是最快的一个 在目前来讲是最快的一个 一拍一个就是 Low Y D L S L D L L 在短 这短时间之内把美音弹得饱满 而且不能刮音 手指还要站稳 这就是一点一点的练习 那四拍呢 我们都会唱了 也会弹了 那在谱上怎么写的呢 这个很简单 我们写电子琴呢 是简朴 实际上键盘乐正常使用的呢 包括钢琴啊 手锋琴啊 电子琴啊 实际上都是五线谱 但五线谱对我们来说呢 特别是成人呢 学习起来很好学啊 我现在要在这个梦中婚礼 这个班里面呢 要加进五线谱的教程 把所有的教材呢 都分成简朴和五线谱的 这么两种 然后呢 对照的去讲 这样的话呢 有学员呢 想学五线的呢 也能满足希望了啊 觉得五线谱难的呢 你还可以看简谱 两下互相照顾一下 这样的话 多学五线谱呢 也可以看到一些 更专业的曲谱 简谱相对来说 都是一些流行歌曲比较多 啊 简谱呢 都是乐曲比较多 两回事 但我们这个基础班呢 电子前的呢 全部都是采用简谱 因为它比较直观 不会在看谱上影响的时间 啊 学习五线谱呢 它会浪费你的时间 因为你记不住 记不住以后呢 看谱反应就慢了 学习进度自然也就慢了 实际上不管是简谱也好 大家不要这种概念 说的 哎 我学五线谱 就是很专业的 我学简谱就不专业了 这是两个两回事 千万别把 别这么想啊 不管你用什么谱子 你到最后能把这首乐曲 弹下来就可以了 哪怕说你谈贝多芬的命运 你最后把贝多芬的命运 弹得相当相当的好 比贝多芬本人弹的都好 谁还去追究 你用简谱学的 还是用现谱学的 它只不过是个方法而已 所以说大家不要在谱子上 有的时候我看学员有时候讨论这个问题 有点贬低简谱的意思 抬高现谱的意思 它只是用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实际上它就是为咱们服务的 简谱也好 现谱也好 无所谓的 不要管 好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 我们刚才学的这四part 在简谱当中是怎么标出来的 呃 其一的音呢 就是我们用我们最熟悉的这么 阿拉伯数字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啊 其实代表着斗来咪发骚拉西 最近呢 很搞笑的啊 因为好 呃 我们成年人学琴的时候呢 你要让他学五线谱的时候呢 他记不住 他就会拿这个简谱去标啊 标上头 但最近我碰到了几个学员啊 有个还很年轻呢 二十多岁一个小伙子 结果我让他学简谱 他一样记不住啊 包括以前我教过一个高三毕业的 就刚考完大学啊 来学琴的 他看到数字以后呢 他也反应不过来 斗鸾鸣一二三 他还能反应过来 过了发 他就想不起来啊 特别是那个五啊 他就想不起来是骚啊 六啊 他就想不起来是拉 他天天都得搁手指长 当时我还觉得很奇怪 怎么可能呢 这么简单 你怎么就记不住呢 啊 到后来我发现了 他是记不住 你像高三毕业的孩子 他上了十二年的学 十二年的学天天学数学 他天天看数字 在他脑子里面 他反应最快的就是数字 突然之间你不要那说一二三四五六七了 而且给他改成抖来密发骚拉西了 他一点都不习惯 所以说知道这点以后呢 那我就告诉他了 那不能回头再学五线波的更麻烦啊 我说那你要是实在记不住 你也标吧 那你说已经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了 还标什么呀 他标平音啊 什么D呀 什么R呀 什么M呀 摸呀 这都搁平音去标 他去记才能记住 所以说啊 现在的学习 不管什么谱子 还要看你自己能适合什么 我刚才前到一个小伙子也是一样 我说你都毕业好多年了 你你你 我说你的工作是不是跟数字有关系 突老师你猜对了 他说我是他是做什么 做会计是做什么呀 每天都要读数字啊 那个数字都是八个一串 八个一串 所以我天天要读 我天天要记 好像记一个什么号 难怪如此 那你一下看那衣服 你就反应不过来 很有意思吧 所以说 我们今天在座的学员呢 你要是由我说这种类似现象的话呢 那你还真要好好的去把它读一读 一二三四五六七 就是我们说的 你要把它好好读 顺读到读 你要做到最快的反应 因为弹琴要是影响进度的话 往往就是你不会看书 或者你反应慢 你的手再好使啊 你的手能弹很快很快啊 比钢琴家手指还快 但是你不会认谱子 你什么都废了 你的手再好使也没有用 所以说看书这一关 我个人觉得比弹琴都要重要 别大家光去练习这个手了 老是去弹琴 在初级阶段的时候 最好是多唱 少弹 多看书 少弹琴 等你把这个谱子都看熟了以后 你的手是很容易跟得上 但是你要是不好好看书的话 那个手再厉害 没有用 废的啊 跟个盲人一样 手再好水 你啥也看不见啊 什么也够不到 所以说两回事啊 以唱为主 这是音阶啊 抖来密发骚拉西兜 大家把它读手 那我们今天只学了五个音 因为我们只有五个手指嘛 啊 五个手指 所以说呢 我不记这么多 就记个抖来密发骚就可以了 那一二三四拍子 怎么分的呢 非常的简单 我们拿出一个骚出来 一个独立的音符 就是一拍 啊 大家记住 一个独立的音符 就是一拍 那一拍怎么分呢 我们一整说拍子拍子的话呢 我们就说是拍手 拍一下手 就是一拍这样 一二三四 这就是基础性的东西嘛 拍手 大家都会吧 跟我一起拍一下 一二三四 看清我是怎么拍的了吗 我可没有对拍啊 俩手对拍 大家一般都习惯去俩手对拍 我不是这么拍的 我是把左手放下面 啊 不动 左手放在下面不动 我的右手呢 就打我的左手 你别那么使劲啊 有的时候我学上 我一样的这么拍手 跟我说老师疼 我说你缺筋牙 谁让人使那么大劲呢 但是呢 必须把它拍到这个左手上啊 轻一点 拍出这种感觉出来 而且要有一个平均的速度 来大家给我查一下 我查一二三四 我多查几遍 你跟着我这么去拍 左手放下 右手才上 打你的左手 就这样的感觉 听到了吧 这样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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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引来的学员 跟我好好做 啊 我之前还说过 今天要加一个节奏练习 那这个节奏练习是什么呢 很简单啊 大家把你的右脚 大家看不到我的右脚啊 我右脚在琴下面 之前呢 有很多学员呢 跟我练习拍手的时候呢 只是拍手了 拍手唱谱唱得挺好的 但是等一弹琴的时候 他的节奏就乱了 节奏乱了以后呢 他怎么办呢 他右手弹琴的左手打拍子 他说哎 老师这样我能连上 我说这不行啊 因为这个左手以后还要用呢 你哪有说右手弹琴 左手打拍子的 啊 这不是手舞主导的种感觉吗 我说说不好 突然之间 我说你脚没事啊 啊那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 拍手带跺脚 它是同时的啊 这个脚的动作也不要很大 你会劈着啪的上下都想 这也不美观 也不雅观不好 但是呢 上面拍手的时候呢 下面的脚和你的手是一起拍 做同一个动作 啊 这个这个示范没法给大家做 你就拍手带跺脚吧 手拍一下 脚跟的同时啊 也踩这么一下 这样一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从今天开始节奏不好的学员呢 啊 你就跟着我的课都去这么去练习 为什么要把脚加进去呢 因为当你弹琴的时候呢 脚可以控制你的节拍 实际上这个脚啊 很多的时候 我不告诉大家也在动 但你没有跟你的手结合到一起 啊 以前我上课的时候 我那些还穿个特别是女同志高跟鞋 啊 这这这一上课的时候就听叮当叮当 特别热闹 有时候你还告诉他 哎 别别别 别使那么大劲啊 别使那么大劲啊 别使那么大劲 影响到别人了 有时候全身都动了啊 这样的感觉 但是呢 到最后的时候呢 是要求大家这个脚可以动 但是你要把这个动作做到越小啊 现在夏天了 大家穿凉鞋 我能看到你脚在动 等到了冬天春秋以后 这个脚让鞋包起来的时候呢 你脚什么动呢 就大脚趾动啊 就右脚的大脚趾在动 别人是看不到的 但是呢 你用你这个脚在暗地里就打着拍子 控制你的速度啊 这是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那从现在开始呢 大家就记住跟着我唱谱的时候 你的脚也要动 上面拍手 下面跺脚 同时的让它们协调起来 一二三四 跟我一起来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这是打拍子 这就叫拍子 拍一下手啊 就叫拍子 那这个拍子是怎么打的呢 就是一下一下 这就叫拍子 这就叫拍子 一个对号就代表一拍啊 大家不要小瞧这个对号 以后我们再学习的时候 都要用利用到这个对号了 而且在这是一个对号吗 这是一拍 一拍就代表它有一个音 那这个一拍我们要把它练好 以后呢 这个拍子当中呢 会出现这样现象 断开以后呢 就一拍是两个音了 还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三个音了啊 还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四个音了 这样呢 五个 这样呢 六个 这样的 七个 这样的 八个 那在一拍当中呢 呃 我们可能能学到 能弹到八个呢 就已经很厉害了啊 那要是说钢琴加的弹力就更多了 它可能现在能弹出十六个出来 所以在一拍当中 我们就要把这个拍子分得很详细 分得很详细 所以说大家不要忽略这个拍子 那这就是一个对号 就代表一个拍子 也就是我们拍一下手的意思 那这一个独立的骚呢 它啊 就是一拍 我们在下面画上一拍 唱呢 就像刚才我们唱的啊 拍手唱的像这样 骚 骚 骚 拍一下唱一个骚 一拍的我们就这么唱 那两拍的呢 简单了 两拍的后面加一套横线 这个线有个名字叫 增实线 就增加时间的意思 增加一个横杠啊 就代表多了一拍 那这一拍呢 就这个骚就是两拍的 两拍拍子怎么画呢 连着再画一个拍子啊 一定要连上 你别把它断开啊 不要在这里断开 断开就不是一个整拍子了 它必须是连起来的 那两拍的唱法 我们刚才也会了 骚 二 骚 二 是吧 啊 那这是两拍的写法 那可能很多的学员就知道了啊 三拍就再加一杠 呗 太对了 三拍后面就再加一杠 那你就拍子同时再加一拍 骚 二 三 也会了吧 拍手呢 拍手唱出来就是骚 骚二三 骚二三 就这么唱出来的 实际上刚才我们都练习了 已经都会了 只不过现在是告诉你啊 这个是怎么去记的 那四拍呢 就再加一线 啊 再加一线 下面再加一个拍子 连起来四拍呢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唱的那个 骚二三四 就是这么记谱的 很好记吧 一二三四五 就是斗来 咪发骚啊 一拍呢 就是独立的一个骚 两拍再加一线 三拍再加一线 四拍再加一线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全部内容 咱们都可以下课了 啊 就这点东西 记住了吗 一个是斗来 咪发骚五个音 你要把它记熟 二一个就是一二三四 四个拍子 你把它学会 那这就是今天所讲的全部内容 那这些内容 我们怎么去练呢 刚才我已经令你去练了啊 怎么样在旗上怎么谈呢 怎么样放松啊 你怎么坐着啊 啊 这样去练习 那有了这些以后呢 我们就能看懂我们这个课程 大家有都不都下载教材了吗 咱们学还有书的啊 那现在呢 我们就不写了 已经都会了 现在在脑子里面过一遍 啊 过一遍我讲的 一二三四五 斗来密发骚五个音 再想一下 一二三四四种拍子的写法 那现在呢 你就可以打开书 看一下我的第一课的基础练习 基础练习的第一个是全音符 与四分音符的练习 你说老师在里面讲呢 什么叫全音符啊 什么叫四分音符啊 练习我知道了 我练什么呀 全音符四分音符呢 它只是一个名称啊 咱们简单说一下 什么叫全音符呢 就是唱四拍的 就刚才我们写那个骚二三四啊 他要给他起个名字 说四拍的叫什么名字 他叫全音符 那四分音符是什么呀 四分音符是唱一盘的那个 就拍一下手里 他叫四分音符 这对我们来讲不重要的 关你叫什么呢 我知道你怎么用就可以了呗 拿到书看起来就行了呗 所以说我们可以不用记得 你记不住没有关系 不用管它 你现在可以看下面那两行谱子 这两行谱子呢 它分隔的啊 有那个粗的细线隔的 这叫小解线 整个这一行呢 分了四个格段 这也就叫四小解 梅小姐里面呢 都是四拍 看清楚了吧 梅小姐都是四拍 那这些对我们来讲也都不重要 我们下节课会讲拍子 具体讲拍子 所以说在这里不用管它 那现在你就看第一行 第一小节里面有四个音符 斗来咪发 都是独立的 那它是谈几拍的呢 不说你也知道了吧 它弹一拍的 那我们就要在下面给它画上一拍 然后你拍手把它唱出来就完了 Doloy me far Doloy me far 没人敢说不会吧 一定是很简单的 那再看第二小节呢 是一个骚 正好是我刚才写的那个 在黑板上写的 一个骚 后面有三趟横线 记忆忧心嘛 他唱几拍啊 四拍吗 那这个骚怎么唱呢 就是骚 二三四 把它们连起来 怎么读呢 相信大家都能把它读出来 来跟我一起读一下 我唱三遍啊 你最少要跟我唱两遍 第一遍听我怎么唱的 第二遍跟着我一起唱 张琪跟我唱的一模一样 所有人都跟我来听好 Doloy me far Soul 二 三 四 Doloy me far Soul 二 三 四 Doloy me far Soul 二 三 四 做到了吧 有没有没做到的 举手让我看一看 估计一个都没有 是吧 Doloy me far Soul 二 三 四啊 这就是叫唱谱 在我这里叫大拍唱谱 我要大家做的每一步都有说法的啊 都有说到了 现在呢 不去讲那么多 因为今天我们是第一课嘛 就是用从最简单的地方入手啊 学最少的知识 Doloy me far Soul 五个音 四种拍子 但是呢 我们要在这点知识以外啊 要增加很多的练习 Doloy me far 三二 三四 你已经会唱了 记住一句话 会唱才能会弹 你唱的越好 你就弹的越好 那刚才这一句 Doloy me far 三二 三 三 四 那现在大家把手放在琴上 在这个Doloy me far 在这个Doloy me far 大家看到这么一个符号 啊 咱写一下 在这里一个Dol啊 画个圆圈 这是在我这个教材当中呢 它是代表直法 在基本练习里面呢 写在音上面的代表的是右手 右手弹的 也就是说这个Dol呢 要让你用右手的一指去弹 那在Dol的下面呢 还有一个圆圈写的是五 这个代表的是左手 就是用你的左手的五指 也就是说小手指去弹这个Dol 所以说我这里面的练习呢 全部都是左右手同时练的啊 你可以练完右手 你再可以练左手 然后你还可以练松手 那现在呢 我们就把一指放在Dol上 那这个音符呢 大家看一下 Doloy me far 我们琴上 实上一共有六个Dol呢 我们弹第几个呢 那你就给我记住了吧 今天学的这个Dol 就弹辨子琴上的第三个Dol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这是这个D 那好 你就把一指放在这个第三个Dol上 别的不要管 你就记住 你这时候老师说了 就弹第三个Dol 其他的Dol 我一概都不管了 你就记住这个就可以了 一指放在Dol上 把你刚才那个手型摆好 你不都会了吗 手放松 你的坐直都放松放好了 你把一指放上 放上以后 刚才怎么唱呢 Doloy me far So 二三四 那好 你现在开始边唱边弹 同时来 那这时候你的右脚啊 刚才我们是一起拍手唱的嘛 上面拍手 下面跺脚嘛 Doloy me far 那现在呢 手不用拍了 手要去弹琴了 那你的脚呢 可以去跟他去打这个拍子 跟他一起去边唱边弹 听好 就是这样的 Doloy me far 操二三四 再跟我来一次 预备 开始 Doloy me far 操二三四 很简单的这么一个方式 你别觉得这个 哎呀老师这太简单了 你就哄我们玩 错了 假如说你有基础的话 那我算哄你玩了 那假如说你今天头一天 接手弹琴的话 这个练习是最棒的 最管用的这么一个练习 大家别觉得说 哎 这个练习太简单了 不简单的 一个是说 是让你熟悉五个音的音位 这是他第一个目的 琴上有五个音 你要熟悉这五个音 因为别小瞧这五个音 这五音呢 弹出成千上万首歌曲 一会我们就有一首歌曲 就用这五个音弹的 你要对他不熟悉 你要反应不过来 那首歌曲你弹不下来 还有呢 在这个练习当中 我们练了两个拍子 一个是一拍的 一个是四拍的连接 一拍怎么接四拍啊 哎 它是连接 还有我们在这个小练习当中 练什么呢 练习你的节奏感觉 抖来咪发骚二三四 你唱的速度是不是平均的 是训练你这个 所以说他的作用很大 对初学者来讲 别小瞧这个练习 还有第四个作用是什么呢 是练习你的手指活动能力 你今天要是第一天摸琴的话 你手估计还弹不下来呢 你可能位置还找不准呢 你可能手放了一抬头看书 你手就不会动了 这都可能是出现的嘛 你要能做到的话 说明有点基础嘛 要是真是一点没有基础的 你未必能把它做好 所以说这个小练习 就是专为初学者定的 别觉得它简单 实际上它要求的 练习的目的挺多的 刚才我们就说了四种了吗 第三项结论是回来了 你要唱的好听 你的速度要均匀 你的手指要放松 你每个音都要弹得很饱满 弹这课就是这么多的要求 那能不能做好呢 你能做得很标准吗 未必吧 就算你有一定的基础了 你也未必能把这一个标准的课程 这一课谈得很标准 或者说很专业 实际上有的时候 专业和业余 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一个标准 就是一个标准 方方面面 它要谈得很完美 很多年前我一个 我们本地一个学生去到北京去学习 想报考中央音乐学院 结果到那一看一说 你这根本不行 你谈的一个水平根本考不上 他妈不服气 后来找老师学习 一个月 九几年的时候 一个月学费就花了七千 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培养这个孩子 天天给他练琴 陪他练琴的都是讲师级的 因为他出高价了 实际上呢 后来他妈跟我说 说这两个月 实际上没学什么新东西 就是把他以前所学的那些东西 业余的改成专业的 实际上所谓的专业就是谈的标准 结果怎么样呢 考上了 钱不白花吧 这就是业余和专业的区别 那我们在谈这小曲的时候 你能不能谈得更好一些 你谈得越好 你就越专业了 别小瞧的 咱们大家都能做得到 那只差这么一步之遥 认真一点就专业了 你你呃 淡慢他一点 他就变得业余了 那所以说我和我们 我们何必不要专业一点呢 右手是这么弹 左手呢是五指 放在兜上啊 你可以放在第三个兜上 也是一样放松 二三四 二三四 这就是他一个最简单的练习 那从这个今天啊 要是初歇者 大家第一天接触琴的话 不用练多了 你就把这一行给我练好就行了 手指练习啊 这叫手指练习 假设你的手还不是很听话 他还不听你的 平时干嘛他都可以啊 今天一弹琴 他怎么不听你的了呢 啊 手也抬不起来了 力量也使不上了 这都是初学者经常遇到的问题 所以说那你就练这一行练习就够了 你说老师我听你一个小时课 我就练这一行啊 不少了 你要能把这一行谈好了 后面那些你就都会了 但后面那些不是说不让大家去谈啊 干嘛呢 唱 第一行你要是会谈会唱的 那第二行无非就是他变换一下 第二行给大家唱一下啊 你也可以跟我一起来 我查四个数 就是全音符和四分音符练习当中的第二行 来咪发来骚二三四 米发骚蜜都二三四 这么是读出来的 不是唱出来的 我们打拍子 一定要唱的很准确 速度要很均匀 我查四个数 你跟我一起谈 一起唱啊 听好 一二三四 来咪发来骚二三四 咪发骚咪都二三四 只要你把第一行谈好了 那这一行很自然你就能谈下来 所以说我不要求大家一次练两行 不要谈多 你把一行做好了 第二行很容易就做到 但你要同时练两行的话 你可能还都做不好 这就是练琴的特别 所以说在以后的学习当中 大家记住不要贪多 只要求精 不要求量 质量质量 求止不求量 你说老师我谈了一万遍 唯听谈了宝听 你说老师我就谈了一行 但这一行很标准 你取哪一个呀 对不对 求止不求量 别搁那说一遍 左一遍 右一遍 每一遍都是乱七八糟的 这样不好 所以说要求你每一遍都要很认真的去对待 把基础打好了 以后学起来会很轻松很轻松的 你要是基础打不好 以后天天干嘛 天天就改毛病 这这不好 改这那不好 改那 就像我们平时不注意生活习惯一样啊 胳膊也疼了 腿也疼了 胃也疼了 疼一个治一个 疼一个治一个 多麻烦呢 平时注意点不就好了 是不是 那第二个练习呢 是全音符 二分音符和四分音符的练习 那这里大家就能看出来了 那个增加了个二分 二分就是唱两拍的 那现在呢 你也能看得懂 通过刚才的学习 你都能看得懂 抖来咪 二 来咪 发二咪 发三咪 二三四 当你的手还不是很听话的时候呢 那你就去唱吧 把拍子画上 然后拍一首把它唱出来 大家跟我一起把这两行唱一下 我查四个数 你跟我一起唱 跟不上了 没有关系 明天拿到视频以后呢 反复再跟他去做 这都很简单 从来 挺好 一 二 三 四 抖来 咪 二 咪 咪 发 咪 发 骚 咪 咪 来 二 三 四 抖来 咪 二 来 咪 发 二 骚 发 咪 来 抖 二 三 四 咪 有没有人在心里说 施老师 你这也不叫唱 你叫毒啊 一点味道都没有 没错 刚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呢 不讲究味道啊 就讲究准确 讲究你毒音毒的对 讲究你速度要平均 啊 讲究你这种感觉啊 要均等 所以说 首先就是做到标准 现在我们第一天还不是找感觉的时候 音乐音乐有音要有乐才叫音乐嘛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乐呢 还找不到 你们不太熟悉吗 刚开始接触 那我们就先把音找到 今天把音找到了 第二节课我们就开始学习乐了啊 我们第二节课是拍子练习啊 要学习他的强弱 找他的感觉怎么去唱 哎 主要讲究的就是乐感的练习了 今天我们是学音乐的音 下节课我们学乐 第三节课把它们合起来 我们就叫音乐 也不要说跟施老师就在学的 学谈电子琴 实际上呢 电子琴就是我们的工具 电子琴叫工具 这个工具干嘛呢 它为我们服务 是让我们学习音乐 是这么个理解的 任何的乐器都是工具 我们只是在讲它的操作方法 就像你家里买个电饭宝一样 在晚上怎么用啊 怎么定时啊 放多少水啊 就是一个操作方法而已 啊 电厂槽怎么用的呀 电冰箱怎么用的呀 电视怎么用的呀 每个东西都有它的操作方法 电子琴也是一样 它怎么用啊 我们现在就是学它的操作方法 那操作会了干嘛呀 玩音乐吗 啊 玩一些喜欢自己的歌曲啦 音乐啦 是这样的 所以说 我们现在就学的是操作方法 第二个练习呢 按照我刚才说的啊 回头把它弹下来 再跟我唱一遍 听好 一二三四 就把它弹下来了 弹的时候呢 记住要边唱边弹 怎么唱的 怎么弹啊 右手 左手 四个行练习 后面呢 还有两个练习 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 只是放在这里啊 这个要和第二课里面融合到一起一起讲 因为第一堂课不能讲太多啊 也不需要记太多 假如今天真是头一天学习的话 啊 你就不应该记太多 记太多由于乱 所以说第二行 第三行的单指和弦练习 还有第四行的 西大调组和弦分解练习呢 我们都会放在第二课里 和第二课的一起讲 真的你放这干嘛呀 他就放在这里占地方 占地方 要不内容太少了 知道这个关系以后呢 我们大家就可以做一下实习 在石老师的课程当中 每一课当中都三项内容的 第一课是基础练习 啊 基础练习呢 都是每几课重点要讲的 把这个基础练习要是练会了的话呢 乐曲实习可能一分钟就会了 那我们什么叫乐曲实习 就是把你所学到的东西加以应用 啊 那乐曲实习呢 都是一首完整的电子琴曲 什么叫完整的电子琴曲呢 你用电子琴去弹曲子的话呢 那就是利用电子琴的所有功能 那一首电子琴曲它具备什么条件呢 这首乐曲叫粉刷键 啊 咱们看一下 那当你看到这首乐曲的时候 你首先要看什么 名字我们知道了 叫粉刷键 然后呢 在这个左边有这么一个都等于锡 这个都等于锡呢 是调式 刚才我都没讲啊 因为设计不大的书 我们不要去讲 那这个都等于锡是调式 这个你都可以不用知道 因为在整个这本书当中 一直都是都等于锡 当我们讲到调式的时候 第七课 我们讲锡拉调音阶的时候呢 会重点去讲这个调式问题 所以说 不用管它 啊 不用管它 今天你不用管它 因为你你把这其他的都记住就可以了 那把这个卡外 在这个锡的后面呢 还有这么一两个数字 四四 它叫什么呢 它叫拍号 它什么意思呢 你现在也不用管它 下节课我们是重点讲拍号的 所以说到处会告诉你 四四是什么意思 当然现在有很多人都知道了 四四谁不知道啊 有的人真就不知道吗 那就说当你看到一学一个乐趣以后呢 当你真正学成以后啊 或者是说学完这十二节课 你在学完中级班啊 或者是你在学了很多调式的时候呢 这就用上了 你要看一个曲的诗都等于什么呀 CDFGB等于哪一个呀 还有它的拍号是多少啊 因为在我们初级的时候呢 多数都是这两个 所以说我们现在不着急说它 以后有的是机会 那当你看完这两个以后呢 你再看在它俩的后面呢 出现了一个节奏两个字 还有呢 音色这两个字 后面还有一个速度 那这三样就是一个一首电子琴曲啊 必备的三个条件 假如你说老师我要弹一首电子琴曲 那首先你要知道 这首曲子用什么节奏啊 什么音色呀 什么速度啊 速度很好理解了 多快而已 那节奏是什么呢 在电子琴里面呢 这是最主要的功能啊 它最主要的就是有节奏和音色 那在我这台电子琴里面 分左右两区 左边这区就叫节奏 那你的电子琴里面呢 也会有节奏这一轮 什么叫节奏 我们会经常听到这么几个名称啊 迪斯克 啊探歌 这都是我们呃看电视也好什么呀 都能听到的那个什么伦伯呀 什么探歌呀 进行曲呀 华尔兹啊 啊就是我们看国标比赛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些词语啊 还有什么跳跳什么舞的时候啊 都会出现这些词语 这就叫节奏 节奏呢 是世界各地不同的这个节奏呢 名称也不一样 而且现在的电子琴呢 最少都是100种节奏吧 不像最初的才有六个节奏啊 刚出电子琴的时候只有六个节奏 而以后增加到12个节奏 再往后增加到20个节奏 那这20个节奏就是世界上最常用的那么20个节奏 那现在出了这个琴呢 啊 有的最少是几十个节奏 或者是100个节奏 但实际上都是演变过来的 你看大家现在的琴 它都给你分类了啊 比方说摇摆多少个 八拍多少个啊 还有这个舞曲多少个 电影的多少个 实际上呢 它都是把它分得更细致一些 那在我们电影前 什么叫节奏 就是我们听到那个鼓点 不同的鼓点敲击出来的不同的这种效果就叫节奏 啊 就叫节奏 所以说那个粉刷匠 它用个什么节奏呢 后面写了三个字 叫波尔卡 那这个波尔卡是常用节奏 每台戏里都有的 那我们这个波尔卡呢 我现在放的就是波尔卡 那好 我们就把它选到波尔卡以后 点一下就可以了 那什么是音色呢 音色就是各种各样的音啊 声音各种各样乐器的声音 什么钢琴啊 小低琴啊 什么小号啊 长低啊 这些都是乐器啊 他们发出来的声音 电子琴好就好在这儿 它可以弹道出各种各样的节奏 同时还可以模仿各种各样乐器 你会了一个电子琴以后 你几乎都会了所有的乐器 啊 那这就是声音 那我们这个粉刷匠选的什么声音呢 是单黄管 俗称也叫黑管 啊 它是个木管乐器 单黄管在我这里也有 单黄管的声音啊 很清亮的这么一个声音 它呢 一般都是弹一些比较欢快的乐曲 啊 这是单黄管 我们就选择一个单黄管的音色 速度是什么呢 那就是刚才这个节奏的速度 它用多快啊 大家在调这个节奏的时候呢 记住一定是先调节奏后调速度 有很多学员不是先调速度啊 调完以后再调波尔卡 哎 它变了 说我刚才调到100了 怎么变了124了呢 你要记住要先调节奏 再调速度 因为每个节奏都有它自己的速度 所以说你一变的时候 它就自然回到它要求的那个速度 所以说先调节奏 我们刚才已经调完波尔卡了 那这就再调速度 100就把它调到100 100是多快呢 就这么快 那光有这三样还不行啊 那今天我们没讲到和弦这个部分 所以说下一个课 我们会讲到和弦部分 抬首乐曲呢 都要需要单指和弦 单指和弦 我们这个琴声里面呢 它有个叫自动低音和弦 还有的琴声像亚马哈呢 都是在第一行呢 第一个位置呢 有个叫伴奏开关 你把它打开 它就会出现一个和弦的声音 那这时候弹完以后 打开节奏以后呢 你便随便点一个音 它就会出现一个音乐伴奏的声音 变得很好听 变得很好听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要和弦 在我的空间里面 去年我就写过来说 弹过一首电子琴曲 必备的四个条件 实际上就这四个 你要有一个节奏 你要有一个音色 你要有速度 你还有和弦 把这四样做好了 你就可以把这首乐曲弹下来 那刚才我只是讲一下 一首乐曲当中 必备的条件而已 那对我们初学者来讲 这些还对你没有什么太大用处 尤其在你俩手还不好使 你的节奏感觉还不好 你还不能去完成这首乐曲 那怎么办呢 那这首乐曲你今天要干嘛呢 你要把它画拍子 刚才我教你怎么画拍子了吗 一拍的两拍的 你都把它分清楚 把拍子画上 那下一步干嘛呢 你要把它唱下来 打着拍子 把它唱下来 你看我的教材 下面有那么本课重点 上面写了 乐曲实习练习六大步骤 这是我教学多年总结出来的 总结出来的 你学习的话呢 最好是按照我的六大步骤去练习 为什么要按照我说这个步骤练习呢 你不按我说的行不行呢 当然可以了 我又管不了你 你要不听我的话 我又不能上你家找你去 又不能发你的款 但是呢 你要按照我说的去做呢 你既然交了钱跟石老师学习了 那你为什么不听老师的呢 你要不听老师的 你的钱不白花了吗 何必来跟我学习呢 对不对 所以说啊 大家这个六大步骤就是要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假如你今天第一天学习的话 那你千万要记住 你按照石老师说的步骤去做 当你学了两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 五个月 或者半年以后 你会形成一个习惯 而且一个是个很好的一个学习习惯 当你拿过任何一首乐曲来 你马上就能唱下来 你马上就能把他右手弹下来 你瞬间就能双手把他合下来 而且还能达到标准的速度 爽不爽 是不是很爽 但你必须按照我说的去做 咱们有的学员可能已经学过半年了 老师啊 我都学半年了 甚至我都学一年了 都跟你学一年了 我怎么还没达到这种现象呢 那你回头反思一下 你按我说的做了吗 你在你学习的每一个乐曲当中 你都按我说的做了吗 估计没有吧 还有呢 还要看时间的啊 你每天得保证练习的 你别三天打鱼八天赛网的啊 那那就不行了 那十年你也谈不到啊 所以说我说的都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学习 然后按照我说的这个练习步骤去做 反正我们本地学员现在啊 我说是半年就可以了 但我们本地学员 最快的 他们才一年才能达到我所说的要求 有的都达到两年啊 我们上周五上课的时候就有一个学员就是 他谈了一个硬山红 我说画拍子 他说哎呀老师我还用画拍子啊 我都学这么久了 我那你不画不画吧 你唱一面我听听吗 嗯你我说你要马上给我唱下来 我听了一点没有问题的话呢 你就合格了 以后你再也不用画拍子了 结果他一下子给我唱完了啊 他刚唱啊 翻了那些给我唱 他都没有去预习的 打开他就给我唱唱完以后一听 一点毛病都没有 我说行了你可以谈了 从现在开始以后你不用画拍子了 就是他有这个能力了 我说但你用了多久啊 他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啊 所以说呢就很慢嘛 你要一直按我说的做的话 可能是三个月到半年就能做到 那就拿过歌曲我就能唱 而且唱的很准确 要相信自己百分之百的准确 那就必须按照我说的六大步骤去做 这六大步骤呢 在下九课第二课 我会详细的去讲你每一步都干什么 那今天呢 大家就是把粉刷匠这首乐曲画拍子啊 那这第一步是什么呢 要边画边读 你画的时候呢 就把它每个音啊都 比方说第一音是骚嘛 你画骚的同时呢 你就把它读出来 你说骚咪骚咪骚咪都二 边画拍子边去把它读出来 实际上就相当于你把这个乐谱抄了一遍一样 你想你用这个习惯去做这件事情 你学琴学艺年 你画了一万首曲子的话 你想你那满脑子里面都是拍子 那以后看到歌曲拿起来就唱嘛 别觉得我说的是天方夜谭 别觉得我说的是不可能的 真的是很可能的啊 真的都能做得到 因为呢 我教大家的就是一种能力啊 训练自己的能力 这种能力到最后会演变到什么呢 就像你以后你看乐谱 就像你看书看报一样那么简单 实际上我们看乐谱比看报 要简单的多 我们的乐谱只有抖来明发骚拉西七个音 可我们拿过一张报纸来 每个篇文章都好几千字 每天每个字都重复的都很少 那我们也不都看会了吗 为什么能看书看报都行 看乐谱就不行呢 乐谱比他那么简单 才有七个 七个对几千 三千常用字吧 五千常用字吧 你弄得很自如的运用 那为什么乐谱的七个音符你运用不了呢 你说那老师不行啊 他不一样啊 没什么不一样的 就是你的文字看的太多了 你看了一年了 你看了几十年了 你当然熟悉了 音符你今天刚刚开始学嘛 就跟今天第一天上小学学披音一样的一种感觉 那怎么办 慢慢练呗 谁不是从头开始的 只要是从零开始 你就是每天都在进步 就是这样学习 所以说粉刷酱 要求大家回家把拍子画出来 然后呢 按照我教的打拍子的方法 把它唱出来 刚才我已经把琴调完了 那我现在给大家谈一遍这个吧 那我一定要再打拍子的 很简单的一个小曲子 很简单 但是呢 虽然曲子简单 但它麻雀随小五脏俱全 什么要求都有了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讲 你能把它弹得很标准 也不是那么很痛快的 你要经过练习 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去练习 但是呢 比小瞧的 你要做到你每一步都要不要出错 出错是最害人的 所以说粉刷酱 今天的作业呢 只是把它画下来 唱下来 只要你能唱下来 你的右手就很轻松的 就可以把它弹下来 你可以用左手去弹 但是那些其他的 你先不要去做 那是我们下节可要做的内容 在我们第一每一课当中呢 除了基础练习和乐曲实习以外呢 还有一个叫歌曲试唱 这个歌曲试唱呢 也是对大家的一个学习成果的验收吧 比方说今天听完第一课了 那你都学到什么了 像今天没讲别的啊 啰嗦了一个多少时 讲什么了 就让大家学会抖来咪发骚的五个音 和一二三四的四种拍子 怎么样去读 怎么样去画拍子 怎么样去唱 怎么样打拍子 都学的这些 那这个歌曲实际上 就是对你一个验证 你不是说 老师我学外以后 能看到流行歌曲吗 能啊 你今天就能了 因为这个歌曲 给大家选的是我和你 我和你 奥运歌曲吧 大家都很熟悉 刘桓唱的 和那个外国人叫什么 什么西什么翁啊 那个女的唱的 很细腻 很感人的 这么一首歌曲 这首歌写的相当棒 啊 这首歌写的相当棒 又简单 旋律又简单啊 歌词也精炼 而且还很好听 很上口 所以我挺佩服这个作者啊 我就把它放在第一课 那大家看一下这一个 我和你这首乐曲 多简单啊 正好是我们今天学到了 那么四种拍子 一拍的 两拍的 四拍的 连三拍都没有 那我们今天学的三种拍的 就已经够了 音符呢 它多了一个拉 没有西 抖来 咪发 骚拉 西嘛 我们今天学了五个 但它有六个 没关系啊 我们知道的 那个拉就是 六就是拉吗 这首乐曲的 我只是要你唱的 不是要你弹的 那这首乐曲 我们是放在第八课里面 才让你弹的 所以说啊 想把它唱下来 是很容易的 但你今天 未必能把它唱的很标准啊 你说啊 那个我唱出那调了 无所谓啊 你只要把音读对了 把拍子打对了 你速度够了 你就合格了 你说 你速度二 来 你速度二 都来 你速度二 二三四 你唱个另类的 我和你 我不反对啊 啊 所以说 这就是咱们 对学习成果的一个验证 我们每一刻 都会给你啊 拿出一首歌曲出来 而且这首歌曲 都和我们的基础练习有关系 就是一个验证 所以说我这个教学模式呢 也是经过了很多次的磨合 从我们第一期开始 啊 有的学员是听过我第一期的 可能会回顾一下啊 我们的老学员 这些期的教材全都有 这时常每期的教材都是不一样的 那一点点磨练出来啊 提炼出来以后呢 就形成这么一种模式 我个人觉得现在这个模式呢 挺适合成年人学习的啊 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做啊 按我说的去做 达到我说的标准 你就会学的很好 而且还不用很久 真的不用很久啊 你都能学的挺好的 正常来说 呃 两个学期啊 比方说今天是第一时期吗 你学十一时期和十一 一期两个学期下来 基本上我这些课程 你就都会了 那再学一个学期 你再巩固一下啊 三个学期下来 也就五个月的时间 多棒啊 那时候你就会弹琴了啊 所以说呢 必须听老师的话啊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啊 听老师的话 没错的 我都能把它学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今天讲的 第一课的所有内容啊 所有内容 不知道大家听不听懂啊 或者是在今天这课内容当中 你有什么要问的 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啊 烦没烦呢 实际上今天超时了 我本来不打算超时的 呃 应该是控制在六十分钟之内 把课讲完 不想让大家在电脑面前 做时间太长 做时间太长呢 脑筋会乱的啊 或者是今天大家很累了 坐在这里 又支持史老师 还不好意思走 结果边听课都困了 哎 这多不好意思 所以说能控制在时间之内 好在今天是第一节课啊 又讲了一些 其他的一些事情 就多出来十五分钟 以后讲课 我一定要控制在六十分钟之内 因为呢 大家听课也是一样啊 听课时间长了 大脑会出现疲劳 效果就差了 为什么学校里面的课程呢 是四十五分钟呢 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超出这个时间外以后 效果不好 多讲点 别讲了 以后时间多了 沈方班来呗 不想走啊 做广告 还要做广告 广告不用做了 现在东西还没出来呢 不用去做广告 只是希望大家按我说的去做 按我说的去做 真的希望按我说的去做 你们网络学员呢 是运气比较好的 因为你看不到 我跟你发脾气 不过话说回来啊 咱们从现在开始呢 增加这个互动课了 我就能看到你在我面前弹琴了 我就会发现你可能没按我说的做 而犯了一些错误 那我要是看到一些很致命的错误 而且不应该犯的错误呢 我一定会很生气 我要是一生气的时候呢 就会发脾气 这一发脾气呢 就不一定会说出什么话 当然我不会骂人 我不会骂人的 从小到大我不喜欢骂人 父母管得很严 连那个TMD我都不说的 但是呢 我会说的很严厉 希望大家呢 别上来弹琴以后呢 一给我弹琴 再犯个错误 老师说话还挺黑 不好意思 要有这个洗礼准备 我尽量不发脾气 尽量很婉转的告诉你 你犯错误了 你怎么不听老师的呀 我会苦口不及的劝你呀 跟老师学习 要听老师的话吗 实际上呢 在以前上课的时候 我都在这个教材里面 都交这么一句话 听老师话的才是好学生 实际上作为老师来讲 都希望自己的学生听自己的话 能达到老师的标准 但是呢 我也知道啊 大家没有说不听的 不听老师话的 都不是说故意不听的 没有一个人到现在跟我说 哎 师老师 我就故意不听你的 你说的就不对啊 我就不信 还没有一个人这么说 但是为什么我还会说 学员不听我的话呢 实际上都是无意的 我知道你们在听我的话 按我说的去做 但是无意当中呢 你们会养成一些习惯 就把我的嘱咐啊 给忘了 把我的要求给忘了 结果呢 你就误入歧途 越学越慢啊 到最后就绑不过来 绑不过来 所以说呢 最好是在学行的第一天啊 比方说今天是第一课 你让我说的去做 以后啊 一直都让我说的去做 老老实实的 踏踏实实的去学习 你就会学得很好 怎么看你们弹琴啊 这不有两个卖吗 咱这个教师和别的教师不一样 我还花钱呢 你们都是免费的 我都花钱呢 结果只有两个卖啊 那些不花钱的 还有三个 而且我还没感觉到 我花钱的病呢 不花钱的好在那 但是呢 没关系 两个卖足够了啊 大家上来一个卖了 弹琴我在这听啊 我在这听啊 我还没用过呢 以后再试一试 等着吧 等了四节课以后 第四课以后呢 我们大家一起在这里 好好研究研究 怎么样 应该严厉害呢 应该严厉害是吧 我都 字为什么不能在上面栏里 各位告诉我 还告诉你干嘛呀 你的字就在你那个栏里面 我们看你的字都在上面栏里 不用管的 我们都上不去啊 谁打字也上不去 都在自己这栏里 我打字也在下面 好了 大家没有什么要问的了吧 那咱们今天就到这结束了吧 现在是八点十九分 我把这个 每一次的第一期啊 我都会把这个 我和你呢 给大家谈一遍 我和你们 我们在一起上学啊 一起在学习 希望你们支持石老师 听石老师的话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把电子型这个工具 我们能把它做得更好 我都希望你们谈得很好 很棒的 好了 那我就把我和你谈一遍 然后我们就下课 然后周三再见 第二节课 我们周三再见 把它调整一下 这个呢 我用的是虚实曲 每次都用这个 很好听的这么一个节奏 音色呢 我喜欢用那个萨克斯的音色 那今天我就用 次中音吧 原来都用高音萨克斯 这个声音很美的 和弦打开 再加一个自动前奏 我指他一遍啊 咱们就结束 中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